嗨 大家好 我是馒头姑娘小雪雪 好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同样的面粉 你挖出来的馒头是 短缘放过的 相比的酥辣 那么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来 搅拧一下其中的一些小秘质 蛮简单的 这一段面是无时间 现在大家常用的酵母 鸭水 现在看来咱们现在火了这个面 你家里家的熟 火面较均匀的地方 这个力道是均匀 可以做得非常的均匀 以前做鸟是只有鸟 但是他们的时间也不是蛮轻松 就是鸟放多的 它每个蒸出来的馆头 是可乐的 鸟放少的话 它蒸出来的馆头 不齐 放出来 那鸟鱼大鸟 再拿多少次 鸟放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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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二次压面的过程 讲究的是力度 压出来的面 非常的均匀 你家的小气泡会被压出去了 做出来的馒头 有层次 有嚼劲 我开启 为啥要这样上香放一下 水 寂寞到那儿 我都特别喜欢吃蝶子 各种吃 蒸着吃炒着吃 晾干了吃 炒的食 各种各样的食物 一口一口的食 我要去做馒头了 下期见 拜拜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